学生认真学习足语歌谣与舞蹈 这里是澳洲距离雪梨大约500公里 去年成立的一所实验小学 也是新南威尔斯州第一所原住民族双语小学 现在已经有52名学生 学校课程结合西式教育 以及当地原住民族与沉浸式教学 足语课程由该地区的原住民族组织设计 这所学校的成立对许多族人来说是感动的一刻 就是听到我们的孩子们和教育们的语言 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听到 而得到我们的很短暂的时间 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认为我们很感兴趣 我认为我们很感兴趣的 我们也认为我们很感兴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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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课堂上的双语教学之外 学校每个星期还有一天户外教学日 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土地的知识 也很受学生的好评 除了双语小学之外 西南威尔斯州许多原住民族人 也努力在主流教育中推动族语学习 例如州内最大都市雪梨一所公立小学 所有学生不分族群 都必修当地原住民族语的课程 族语老师表示 不管在校园内或是社会上 族语课程都相当受欢迎 雪梨是英国殖民者与澳洲原住民族第一次接触的地方 数百年文化入侵与灭绝的历史 就是从这里展开 现在原住民族语附证的种子 可以在雪梨慢慢萌芽 具有独特的意义 记者陈中宽 花家新编译